阿寶是怎么看待哇塞秘境的朋友的 阿寶和老皮意外的发现 可以把心中看法具现化的眼球 这对眼球直接粘在阿寶的眼睛上 当他看到了老皮 老皮变成了一个壮硕的大学生 因为阿寶一直把老皮当成大哥看待 当阿寶看到了Bimo Bimo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天使 他好开心啊 接着阿寶看到冰霸王 冰霸王变成了赛门 但可惜只有外表改变 阿寶看到公主 公主竟然变成了跟阿寶相同的16岁小女孩 哇!就算过了那么多年了 那么多事件阿寶依旧还是希望公主跟他同年纪呢 一直到处变下去 变个不停 让阿寶的眼球失控了 直接把闸不停 变成一台普通的微波炉 我从没想过 他是个普通的微波炉啊 我是丑陋的怪物 阿寶看了微波炉的反光 变成了他爸爸的模样 阿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通过老皮的话 眼球也随着眼泪流得下来 所有人都变回原样了 这次的事件 受伤的只有Bimo 他真的好想当一个真正的男孩啊 我是老爹 想观看更多探险会报的解说 可以点链接去看 也一定要记得订阅我哦